四年级的同学,你们好 我是TeacherGo 今天我们来讨论科学 大UPSR模拟试卷 那么在开始之前 请准备好你们的模拟试卷 如果谁还没做的呢 请你们先暂停这个影片 尝试自己先做 之后呢,才来观看这个影片 因为接下来的影片 今天老师会和你们讨论整份的模拟试卷 那么今天讨论的范围会是科学作业 第44页到第60页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 PRA UPSR模拟试卷 那这一份试卷呢 就会模拟分试考试时候的试卷格式 就有分成试卷1和试卷2 那我们首先来看试卷1 这份试卷共有40题 回答所有的试题 每个试题有A、B、C和D 四个选择的项目 只可选择一个答案 把你所选的答案圈起来 第一个同学们是圈起来 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一题 第一题 哪像是人类呼吸时氧气和二氧化碳进行交换的场所 那我们先把呼吸highlight起来 氧气、二氧化碳我们都可以highlight起来提醒自己 那相信你们在学呼吸率的时候呢 都已经有学过 人体是用什么器官去进行呼吸和气体交换的呢 那么我们先来回忆一下 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氧气呢 氧气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气体 所以我们在吸气 所以我们在吸气 吸气的时候 会吸入氧气 那在呼气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呼出二氧化碳 因为二氧化碳是我们人体不需要的气体 我们只需要氧气 来提供我们呼吸 所以呢 在人体里面的其中一个器官就会进行这两个气体的交换 那么是哪一个器官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A 心脏 那心脏呢 它主要的功能是负责风雪 风雪的意思呢 就是心脏就好像一个血液推动机 推动血液的流动 我们英文叫bomb 就是bomb那个血 让那个血液可以在全身上下顺畅的流动 那b呢 b是我们的肺 肺主要的功能是用来进行 呼吸和气体交换 吸 吸是肾 肾呢 它主要的功能是生产 尿液 排泄 毒素 也就是说 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毒素呢 会到我们的肾那边 然后就会通过我们的尿 在我们上厕所的时候 一次过排出来 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毒素 所以肾其实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的肾坏了 又或者是我们忍着不上厕所的话 那些毒素就会累积在我们的体内 所以就会令我们的身体不健康 b b b是胃 那胃呢 是主要负责 消化 就好像我们吃东西 吃东西通过了我们的喉道之后呢 就会来到 这一个胃 所以这一个胃里面装的呢 其实都是我们 嚼碎了的食物 所以胃主要是负责 消化 所以当你没有吃东西的时候呢 胃里面没有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到胃痛 所以答案很明显 就是我们的b 被进行呼吸和气体交换 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二题 表一显示四个学生的胸腔在一分钟内 扩张和收缩的次数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highlight起来 提醒自己 那学生有四个 他们分别 胸腔在一分钟内扩张和收缩的次数 76 95 125和89 根据学生的呼吸率 由低至高 哪项排列是正确的 就是说 由低至高 先将呼吸率最低的排在第一个 也就是 胸腔 在一分钟内扩张和收缩的次数 是最低的 代表他呼吸的很慢 那么最低的呢 就有我们的 郡胜 是76 所以呢 郡胜 应该排在第一个 那么第二高的呢 就是 斩结 斩结 89 第三 就是 凯云 95 最后 呼吸率最高的 也就是他胸腔 扩张和收缩的次数 是最多的 代表他呼吸的 很喘 很激烈 呼吸率很多次 就是 汉良 125 所以 A B C和D 哪一个是 郡胜 排在第一个的呢 就是我们的 A 郡胜 排在 第一个 其他三个 都不对 所以我们 可以用删除法 来去 得到我们的答案 这三个 这三个都错 所以我们 可以在试卷那边 也是这样子 做一个记号 提醒自己 接着我们来到 第三题 蒋叔叔 正在花园里 除草 陈叔叔 正在大树下 阅读报纸 哪项 有关呼吸率的 说明 是正确的 那么 蒋叔叔呢 是除草 陈叔 是阅读报纸 所以照理来说 蒋叔叔 做的活动呢 是比 阅读报纸 还来的 激烈 对吗 所以 蒋叔叔的 呼吸力 是会上升的 陈叔叔 只是 在阅读报纸 所以 他的呼吸力 就会很慢 很慢的 那么我们看 哪一个是正确的 所以同学们 同一样 我们可以先用排除法 排掉最不可能的答案 就是D和B 蒋叔叔的呼吸率 不可能比陈叔叔的低 因为他做的活动 还比陈叔叔的低劣 那么也不可能是相同的 现在就只剩下A和C 那就是C 为什么呢 蒋叔叔的呼吸率 比陈叔叔的高 因为蒋叔叔进行的活动 比陈叔叔的 E剧烈 呼吸率 当然也是比较高 那为什么A是错呢 蒋叔叔的呼吸率上升 他这里并没有讲说 有上升 上升是越来越高的意思 他并没有越来越高 只是比起陈叔叔 他是相对的高 所以第三题答案是C 第四题呢 图一的调形统计图显示 四个学生进行活动后的呼吸率 交针是最高的 刚弦自宣和民意 根据统计图的资料 谁进行的活动最剧烈 那最越剧烈的活动呢 呼吸率相对的也是最高的 所以我们只要看哪一个人的 呼吸率是最高 就可以知道了 那就是我们的交针 答案是A 第五题 图二显示人类的三种器官 那么第一个器官呢 我们刚才也有提到的是肾 第二个器官 这一个呢 是我们的皮肤 第三个 是我们的肺 所以肾皮肤和肺 这三种器官 与人体的哪项生命过程有关 A 成长 B 呼吸 C 排泄 B 繁殖 我们先去除最不可能的答案 就是成长 呼吸肺 肺有呼吸 所以我们暂时先不把B 翻掉 排泄 这三个器官都有排泄 B 繁殖 不可能 所以呢 只剩下B和C 那我们先来看B 呼吸 肾 并不能做呼吸的功用 所以呢 这一个就已经 故事答案了 答案是C 排泄 那我们的肾 是排泄 尿液的 肺 是排泄 气体的 我们的二氧化碳 皮肤 是排泄 所以这三个都是排泄的器官 第六 图三 显示人体内的两个器官 P和Q 哪些废物会从P和Q排出体外 我们先来看P是什么器官 P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肾 Q呢 就是我们的肛门 肾 肛门 所以肾 被排泄出来的呢 就是尿液 肛门 是排泄的器官 所以他所排出的肺物呢 是粪便 那答案是C 第七题 图四 显示妈妈为嘉敏准备的食物 有蔬菜 水果和一杯水 或者是牛奶 上图的食物 对嘉敏有什么帮助 增强嘉敏的记忆力 提高嘉敏的成长率 使嘉敏更容易排便 降低嘉敏的排尿量 同样的我们先来删除 不可能的答案 那增强嘉敏的记忆力 是不可能的 成长率 可以 降低嘉敏的排尿量也不能 所以答案是B和C 那么哪一个才是更正确的呢 就是使嘉敏更容易排便 因为蔬菜呢 蔬菜和水果含有高纤维 充足的水分呢 也能帮助排便 所以以上的食物呢 其实是让我们更容易排便 如果你有便秘的问题 建议你多吃蔬菜和水果 同时呢 要多喝水 第八 人体的某个器官进行B过程后 能调节体内的温度 哪项有关这个器官的名称 和B过程是正确的呢 那么我们人体里面 要降低温化呢 其实我们是要靠排汗来降温 那么什么器官是排汗的呢 就是我们的皮肤 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 也是我们身体的衣服 它可以保护我们 也可以排汗 令我们降低体温 第九 林轩一掌声 右手碰到了装人 热腾腾的咖啡的杯子 它会做出什么反应 以避免手被烫伤 我们把反应 先撒来起来 那么如果你碰到了一个很热的东西 你会马上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会马上把右手说回来 就是一碰到的时候 就马上把手放开说回来 这个是我们的本能反应 对外来刺激所产生的一种反应 那么它是右手嘛 所以我们的答案一定是右手 A是错的 直接将右手伸长 不对你碰到热的东西你还会伸长吗 再用右手碰咖啡杯 那个咖啡杯都很热了 所以我们不可能再碰 第九题是B 第十题 图五显示一个学生过马路时 所发生的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 他过马路的时候被这个车 用车笔来哼他 这项反应涉及哪项感官与外来刺激 我们人类有五种感官 就是视觉 听觉 味觉 嗅觉 和触觉 那么外来刺激呢 就要看我们所遇到什么外来刺激 这一个 它的外来刺激 是声音对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horn 这个声音呢 令这个学生吓到 所以声音 它的感官就是听觉 B 第十一题 静豪将一只水质放在干燥的沙地上 预测一小时后水质的情况 那么水质 它的呼吸器官是什么呢 水质和蚯蚓是一样的 它们的呼吸器官 是潮湿的皮肤 也就是说 它们利用这个潮湿的皮肤 将空气 将气体渗入皮肤 如果这个水质放在 一点水都没有 一点水分都没有的干燥沙地 那水质会是怎样的一个后果呢 那么我们不用想也知道 水质就会死掉 为什么呢 因为干燥的沙地 一点水也没有 它只有一个呼吸器官 就证明它不能呼吸了 因为没有水分嘛 所以水质就会死掉了 第十二题 图六显示 根据呼吸器官归类的四组动物 P有金鱼猴子 Q有lady bird跟蚊子 R金鱼跟螃蟹 S水质和青蛙 蚯蚓和苍蝇 分别可以归类在哪一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P组它是什么类别呢 记得老师之前跟你们分享了 动物的类别 就有哺乳类 鸟类 鱼类 爬行类和 昆虫类这五种 那么鲸鱼和猴子 是属于哪一类的呢 鲸鱼和猴子 是属于哺乳类 所以它们的呼吸器官呢 就是用背来呼吸 那昆虫呢 通常 昆虫通常是用气孔来呼吸 鲸鲸鱼和螃蟹 是用 塞 水质和青蛙 它们的呼吸器官 是用潮湿的皮肤 所以同学们 这一题呢 是要根据 呼吸器官 来归类的 所以 P是背 Q是气孔 R是塞 S是潮湿的皮肤 蚯蚓 它的呼吸器官 是潮湿的皮肤 苍蝇 它的呼吸器官 是气孔 所以我们可以怎样归类呢 潮湿的皮肤是S 所以蚯蚓 是在S属 苍蝇用的是气孔 那么气孔的是Q Q组 所以我们的答案 就是D 13 图7显示青蛙的生命过程 由它青蛙软 到蝌蚪 再慢慢成长 青蛙在P和R阶段时 有不同的呼吸器官 以下哪项搭配是正确的 那么在P和R 我们可以看一下P 它成长以后和它还是蝌蚪的时候 那蝌蚪 它的呼吸器官呢 是腮 到它成长为了青蛙 那青蛙 成年的青蛙呢 有两种呼吸器官 因为它是两栖动物 它可以用肺 在按上的时候用肺来呼吸 或者是它在水底的时候 可以用潮湿的皮肤呼吸 所以到它成年的时候 它已经有不同的呼吸器官 所以P是肺和潮湿的皮肤 R蝌蚪的时候是塞 答案就是C 黑动物在陆地上用肺呼吸 在水里用皮肤呼吸 它的叫声像婴儿的哭 提声 那么像婴儿哭提声的动物 我们可以想到的是 娃娃娃鱼 它的哭声真的很像 baby在哭一样 所以娃娃鱼呢 它有两种呼吸器官 一个是肺 一个是潮湿的皮肤 哪种动物和K动物 拥有相同的呼吸器官 就是肺和潮湿的皮肤 就是我们的残除 那残除呢 它很像青蛙的 同样它也是有两种呼吸器官 就是肺和潮湿的皮肤 15 涂疤显示鱼类的呼吸器官 那它呼吸的时候 会从它嘴巴 开嘴吸空气进去 在K和L空气里 哪种气体含量比较多 那鱼跟人类是一样的 它吸气的时候 是需要氧气 所以B和D都有氧气 那它呼出来的气呢 也是和人类一样 呼出来的气是二氧化碳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 B 吸气 氧气 呼气是 二氧化碳 16 海龟的呼吸器官是肺 以下哪项使它能长时间活在水里 那海龟有两种呼吸器官 第一个是肺 在岸上的时候 它爬行的时候 可以用肺呼吸 那它在水里呼吸的呢 它是用肛囊 所以海龟有两种呼吸器官 17 以下哪项是哺乳动物的特征 之前老师有和你们整理过 哺乳类动物有哪些特征呢 软生 不对 哺乳类是胎生居多 长有一身毛发和羽毛 那么哺乳类呢 它的确大部分呢都有毛发 可是并没有羽毛哦 C 能在陆地上和水里生活 不对 那个是两栖动物才会在陆地和水里生活 B 产下幼儿后会用乳汁哺乳幼儿 所以 D是正确的 哺乳类是用乳汁来去哺乳幼儿的 第18 土九显示脊椎动物的五大类的例子 那么我们先来看脊椎动物的五大类 有哪五大类吧 第一类是哺乳类 第二 是 鸟类 第三 鱼类 第四 两栖类 第五 爬行类 那这五大类呢都是我们脊椎动物 长颈鹿 鸡 鲤鱼 和P和Q P和Q动物分别属于什么种类 那么我们先来分类 长颈鹿 是 哺乳类 鸡 鸡属于鸟类 鲤鱼属于鱼类 那现在呢我们还缺少的动物种类 就是两栖类和爬行类 那哪一个是爬行类和两栖类呢 就是B 爬行类和两栖类 第十九题 在脊椎动物中 哪一类动物的幼儿与母亲的呼吸器官是不一样的 那他小时候和长大呼吸器官不一样的呢 是我们的两栖类 就比如说青蛙 在他还是幼儿的时候呢 他用腮来呼吸 到他成年了 长大了 他是用肺和潮湿的皮肤来呼吸 所以我们可以写下来 幼儿的时候是用腮 成年 是用肺 和潮湿的皮肤 二十题 鸟类是脊椎动物 以下都是鸟类 除了 企鹅 鸵鸟 老鹰 和蝙蝠 哪一个不是鸟类呢 答案是 B 蝙蝠 那蝙蝠不是鸟类 它是属于什么类型呢 蝙蝠是哺乳类 它是用乳汁来去 喂这个幼儿的 所以答案是 D 二十一 下面是有关 P动物的特征 P动物用肺呼吸 它的身上长有羽毛 它会产下蛋 并将蛋腐化成幼儿 和照顾幼儿 P动物是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P动物 用肺呼吸产下蛋 然后又照顾蛋的呢 然后有羽毛的呢 就只有鸟类 有这些特征的就是鸟类 哪一个是鸟类呢 青蛙不对 青蛙是两栖类 蝙蝠不对 蝙蝠是哺乳类 鸟类 鸟类 那么鸟子呢 是鸟类 所以我们的答案 就是C 鸟类 22 图实显示植物对外来刺激的反应 外来刺激有阳光 水和触动 还记得之前老师和你们复习 外来刺激有哪四种吗 水 外来刺激是哪来光和作用所需要的条件 所以 22体就是第一 23 图实一显示两种动物 这个是蜥蜴跟鳄鱼 根据脊椎动物的类别 哪种动物可以与上面的动物归类在同一族里 那 蜥蜴跟鳄鱼呢 它们是什么类型的动物呢 它们是 爬行类的动物 那 我们就要找出爬行类的动物有哪些 蜚虎 蜚虎是爬行类吗 是 鹦鹉是鸟类 兔子是哺乳类 鲸鱼是鱼类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 蜚虎 24 植物的哪些部分会对阳光产生反应 我们把阳光 highlight 起来 所以会对阳光产生反应的呢 就有我们的叶子 嫩芽和花 还记得植物的部分产生反应吗 根 是用来吸收水分 或者是养分的 那么花呢 是用来 传播 种子的 叶子 用来光合作用 金 用来传输 传输 养分 或者是肥料 所以这些都是植物各部分 它们所有的功能 那么会产生反应的呢 根 会对 地心 引力 产生反应 叶子 嫩芽 花 灰堆 阳光 产生反应 哦 跟对地心引力 还有水哦 同学们 那么触动呢 触动是叶子 会对触动 产生反应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 鸡 鸡 25题 当株力用树枝触动 寒羞草的叶子 叶子立刻合拢起来 针对寒羞草叶子的情况 做出推断 那么寒羞草 它对什么外来刺激 会产生反应呢 寒羞草的叶子 会对触动 产生反应 所以它才会 马上合拢起来 A 寒羞草的叶子 含有毒素 不对 B 寒羞草的叶子 对树枝产生反应 不对 C 寒羞草的叶子 对触动产生反应 所以是 对的 我们的答案是 C D 寒羞草的叶子 对环境非常敏感 不对 它并不是敏感 26 图12显示 每针将种子 将种了幼苗的器皿 放在一个窗口旁 一个星期后的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幼苗是 往窗口的方向 来去生长 对吗 所以 针对上述的情况 哪项说明是正确的 那么这个 嫩牙 也就是我们的幼苗 它会对什么产生反应呢 它会对阳光产生反应 所以有阳光的是 B A 嫩牙只能弯曲成长 不对 C 嫩牙需要吸取新鲜的空气 不对 D 嫩牙对物外的植物产生反应 不对 再来27题 图13显示一项实验 嫩牙和根 在一个瓶子里 根据以上的观察结果 哪项说明是正确的 P 嫩牙对水产生反应 Q 嫩牙对阳光产生反应 R 针对水产生反应 S 针对地心理力产生反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呢 嫩牙它 向上生长 对吗 它向上生长 就代表 它在寻找阳光 根向下生长 代表它被地心 它对地心引力产生反应 所以 有阳光 有地心引力的呢 就是Q和S 答案是C 25 28 图14显示光和作用的 过程 我们把光和作用 highlight起来 水加X 然后它需要阳光和 月率素 就会产生 糖和Y X和Y 分别代表什么气体 那么它需要 生产的时候呢 水要加 二氧化碳 那么有二氧化碳的是 C和D 它产生出来的呢 就是糖和氧气 所以答案是C 29 植物进行光和作用后 多余的糖将会转换成什么 多余 我们highlight起来 就是它多出来的糖 会转换成 淀粉 同学们 你们有背起来了吗 30 图15显示 韩凯进行的一项活动 档数实验 涉及哪项光的特性 光有三种特性 是什么呢 第一 光沿着直线传播 第一个特性 第二是光辉 反射 第三 光会折射 那这一个是光的什么特性呢 造成影子 的是光沿着直线传播 当它的手阻挡了光 就会造成影子 31 图16显示一个圆锥体 手电筒从不同角度 照射圆锥体 会形成不同的影子 以下哪项搭配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P是从上而下 上而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影子是圆形的 有各种不同的形状 所以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P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由上而下 是不会看到一个点的 那Q呢 Q是从旁边照射 所以也不会是长方形的 因为它并没有长方形的 图体表面 R从旁边照射是三角形 对的 S从下而上是圆形 所以是对的 我们的答案是R和S 32 表2显示物体与光源的距离 和影子的高度 那么 物体距离光源的距离 5cm 它影子就是25 10cm影子20 15cm影子15 20cm影子10 所以代表物体与光源的距离 越远 影子的高度 越短 当物体与光源的距离 少过5cm 那么影子的高度 会是多少呢 会多过 25cm 因为它离它越近 它的影子就会越大 或者是越高 33 图17的条形统计图 显示物体在距离 光源不同的位置 所形成的影子的高度 从最靠近 至最远离光源的位置 排列PQRS 那么 最靠近的呢 就是我们的Q 所以Q排第一的 就有我们的B 然后是S P和R 34 图18显示一道光 照射在Q表面的情况 哪项有关的说明 是不正确的 Q表面是粗糙的 不对 如果它的表面是粗糙 那它反射的光 将会 层次不齐 没有规律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的反射的光 是很整齐的 有规律的 它们的两个角度 都是 一样的 对吗 所以A是不对的 B X和Y角度 是一样的 对 这个是一个有规律的反射 对 我们能从Q表面 看见自己的影像 对 所以它要的是 不正确的 就是我们的A 这一个是光滑的表面 而不是粗糙 35 图19显示一项实验的观察 凯骏把一根蜡烛放在距离镜子10cm的位置 O是蜡烛影像与镜子的距离 O的距离是多少 那么它距离10cm 所以它的影像也是距离10cm 是一样的反射 反射的角度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光的反射 39 哪种用具应用了光的折射原理来操作 A 不对 这个是用反射的原理 B 万花筒 万花筒呢 也是用反射的原理 C 望远镜 望远镜 对 是用折射 因为它把它放大了 放大呢 是折射的原理造成 D 口腔镜 口腔镜是反射 所以答案C 37 图20显示光寒与妹妹站在池塘边看鱼 妹妹说 水里面的鱼好大 光寒 原本的鱼没那么大 为什么光寒这么说 这是因为当光从一种介质去另一种介质时 传播的方向和速度也会改变 光在空气中传播会相对的快 而当光在水里面传播会比较慢 而导致了这个鱼在水里面看起来是比较大的 这个原理呢 就是折射的原理 所以我们要找出折射 就是我们的C 光的折射 使水里面的鱼看起来比原本的大 38 下列哪项显示光反射的现象 我们把反射看起来 A 不对 这个是折射 B 也是折射 C 同样的 还是折射 那么D 它照镜子是反射 因为它的光这样去静止 静止再反射光 进入这个学生的眼睛里面 所以这一个是反射 39 图21显示爸爸正在驾驶的情况 根据上图以下哪项光的原理是应用的正确的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爸爸他看着望后镜 P 光线能完全透过挡风镜 让爸爸看清楚前面的路况 对 Q 后视镜能折射光线 让爸爸看见车后的情况 不对 后视镜呢 它是反射 不是折射 R 爸爸患有镜是眼镜 应用折射的原理 让爸爸能看清楚远处的顶部 对 那么这个是折射的是对的 S 旁边的窗镜不能 让光线透过 使车外的人看不见爸爸 不对 所以我们是P和R 对 答案是B 事实 下面显示三种材料的特性 T 透明体 P 透明体 Q 不透明体 R 半透明体 所以我们来看条型统讨计图 不透明体 不透明体呢 是完全不能让光线透过的 所以Q是不透明体 它并没有 所以答案是对的 因为光是不能穿过 不透明体 所以它是完全没有的 喝水时间又到了 同学们 请拿出你们的水杯或水瓶 喝口水 稍坐一下休息 之后呢 我们才来进行试卷二的讨论 同学们 欢迎回来 那么我们就继续 休息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到试卷二 这份试卷共有八题 全部题目必须作答 如果你要更改答案 先把原来的答案擦干净 然后才写上新的答案 第一题A 图一点一钟的汽车的哪个部分 应用光会反射的原理来操作 圈出正确的答案 所以哪一个是会反射的呢 车灯是不会反射的 车灯是光沿着直线传播 我们可以把答案 可以把笔记写在旁边 R呢是光沿着直线传播 那么P呢 挡风镜 挡风镜是光能完全让光线透入 因为它是透明题 Q Q是旁边的车镜 那么车镜呢 它是反射 跟望后镜一样 所以答案是Q 我们要把Q圈起来 B 图一点二显示学生进行的一项实验 直偶和影子 第一题 针对影子形成的观察 写出一项推断 推断就是你 你认为为什么它会这样 所以为什么会造成影子呢 就是这个直偶是不透明体 所以光线不能透过 不能穿过 它才会造成影子 大家还记得吗 影子的形成就是光线被阻挡 而形成的阴影的区块 叫做影子 所以我们可以写上来 直偶 是不透明体 光线不能透过 所以这是我们的推断 第二 根据你在B一项的答案 写出另一项光的特性 那么这一个是什么光的特性呢 就是光沿着直线传播 用玻璃片代替直偶进行以上实验 你能看见影子吗 那么我们用玻璃片 光能穿过玻璃片吗 因为玻璃片是透明体 光线能完全的透过 所以是没有影子的 我们的答案是不能 玻璃片 是透明体 能让所有光线透过 所以它并不会造成影子 第二 以下哪像是人类的呼吸器官 同时也是排泄器官 圈出正确的答案 那么又有呼吸 又有排泄的 就只有我们的肺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肺 整个圈起来 那么它排泄什么呢 排泄二氧化碳 同时也是我们的呼吸器官 B 哪像显示人体呼吸器时 气体的输送流程是正确的 把正确的答案画钩 那么我们来看 从鼻子到气管 再到我们的肺 是对的吗 是对的 那么一开始 那么一开始 气管鼻子被错 肺气管鼻子 这个是呼气的时候 才会 才有的流程 呼气 所以它叫的是吸气 答案是P C 人类吸气时 隔和胸腔会有什么变化 那么人类呢 在吸气的时候 隔会下降 胸腔会扩张 好 人类吸入体内的空气 其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含量 是怎么样的 就是二者做比较 氧气 当然 它的含量是比 二氧化碳的多 那么如果你写 二氧化碳的含量 比氧气的少 也是可以被接收的 只要这两个 进行比较 图3A 第三题A 图2显示 四只动物 哪些动物 用气孔呼吸 在正确的答案 划钩 所以用气孔呼吸的呢 通常都是我们的 昆虫类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 哪一个是昆虫类 P是昆虫类吗 蟑螂 蟑螂式的 打钩 蟑螂式昆虫类 Q小鸟 小鸟是鸟类 不对 R 蚂蚁 蚂蚁是昆虫类 他的呼吸器官 也是气孔 S是虾 虾是用塞来呼吸 所以我们第三题A 答案是 P和R 仅在圆圈里面打钩 B 根据A项的答案 这些动物的呼吸器官 长在哪里 那么他们的气孔呢 通常是在腹部的 所以我们写上去腹部 C E 灰菌将一只蟑螂的腹部涂上一层油 预测一个小时后 蟑螂的情况 那么蟑螂 他的呼吸器官在腹部 而他的腹部被涂上油 他还能呼吸吗 不能 因为他被油阻挡了 不能呼吸了 他就会死亡 二 针对C腰下的答案 写出一个推断 就是为什么他会死亡 因为他不能呼吸 他的呼吸器官已经被油阻挡了 空气不能进入 图三显示一组学生 进行了一项实验 他们在不同的角度 摄入光线 然后用两角器 测量反射线的角度 摄入线在这里 反射线 而是下来的 那么他使用什么反射 镜子 A 完成下表 在空格里填写正确的答案 摄入线的角度 20,40,60和80 反射线 其实是相同的 反射是你的光线角度多少 他反射的角度就是多少 所以两者的答案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写上去60 B写出这项实验的目的 那么目的呢 就是超中性和反应性变数之间的关系 这里的超中性变数就是上超下反 上面是超中性 摄入线的角度 反应性呢 就是反射线的角度 所以我们可以写 为了研究 摄入线的角度 与反射线的角度之间的关系 C 摄入线的角度增加 反射线角度的变化形式是怎样的 所以同学们 之前有讲过了 变化形式 只有四种 增加或者是 减少 不然呢 就是上升或者是下降 四则选 一则来写 就四个选一个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反射线的角度呢 它是上升的 就是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选上升 我们写两个字上升就可以了 第一 摄入线的角度是35度 预测反射线的角度是多少 那么 摄入和反射呢 它的角度是一模一样的 它摄下来的角度是35 但它反射呢 也是35度 根据这项实验 做出结论 就是你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通过这个实验 你知道了什么呢 通过这个实验 我们知道的是 摄入线 和反射线 和反射线原来是角度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写 摄入线和反射线的角度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就是它可以排汗的意思 写出图示排泄器官的排泄物 那么它排出来的水呢 我们就叫做汗 就是它的排泄物啦 人类运动的激烈 激烈程度增加时 汗液的排出量的变化形式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人类 运动的越激烈 它出的汗越多 所以呢 这里我们可以写 上升 就是越来越多 你运动越激烈 你出的汗量就越来越多 C 周围的气温会影响人类皮肤的排汗量 根据上述说明写出一个假设 假设是怎么写呢 就是越和越 那么在这里的假设 是周围的气温 越高 排汗量越多 第六题 图五显示凯文进行的一项实验的设置 它要研究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时 需要的气体和排出的气体 那么它收集气体 事关水和水澡 A 什么是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呢 它其实是一个过程 那个过程的名称叫光合作用 是什么过程呢 是植物 自己制造食物的过程 B 植物在绿色叶子里 借助阳光进行光合作用 它还需要什么 圈出正确的答案 那么进行光合作用呢 它所需要的东西 有水和二氧化碳 那么它就会生产出糖和氧气 解除实验后 室管里所收集到的气体 就是氧气 因为植物排出来的气体 会进入到这个室管里面 所以植物在进行光合作用的 之后呢 它出来的就是会有氧气 那么这个管子里面 全部都会充满氧气 B 解除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另一项 产物 产物就是它会生产出来什么东西 会生产出来糖 针对第一项 针对第一项的答案 植物的哪个部分能储藏多余的产物 就是可以收起来它所生产出来的东西 就有叶子 金和根 都可以储存 都可以储存 多余出来的产物 第七题 图6.1显示脊椎动物的分类 有哺乳类 鸟类和鱼类 那么同样的少了两个类别 对吗 X和Y分别代表什么 那么有脊椎的五大类 有哺乳类 鸟类鱼类 爬行类和两栖类 所以哪一个是爬行类呢 就是X Y是两栖类 那么同学们 你们这里的答案要写 爬行类 因为老师的电脑 写不到类这个字 所以你们要写上去 爬行类和两栖类 三个字哦 B 举出X类动物的一项特性 那么X是爬行类 爬行类有什么特性呢 爬行类 它的特性是 用背呼吸 或者是身体有鳞片 好 C 图6.2显示一种动物 那么这个是兔子 兔子什么特性 选拥出正确的答案 那 那兔子呢 它是用肺来呼吸 而它的繁殖方式是胎生 第二 它是属于哪一类的脊椎动物呢 那么兔子是属于 哺乳类 第八 A 图7.1显示凯琳进行的 影像实验的观察结果 第一 针对嫩牙和根的生长方向 写出观察结果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根是往下生长 而嫩牙是往上生长 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观察结果写上去 嫩牙向上生长 跟向下生长 第二 针对嫩牙的生长方向 做出解释 为什么嫩牙会向上生长呢 因为它是要为了 获取充足的阳光 B 将植物各部分与相关的外来刺激连线 那么嫩牙会对什么产生外来刺激呢 嫩牙会对阳光 所以它会向上生长 我们把嫩牙和阳光 同学们 同学们你们要用尺化线哦 因为老师用电脑 根 的外来刺激是水 因为根部是吸收水分的 同样的 同学们你们要用尺化线啊 C 图7.2显示凯琳进行的另一项实验 湿棉花和这个嫩牙 第一 在图7.2中画出三天后根的生长方向 那么三天后根会朝哪里生长呢 它本来是在下面的嘛 所以它会向上生长 它会转弯 根会向上生长 第二题 根据C预像的答案 写出推断 为什么嫩牙的根会 转上去这个湿棉花这里呢 是因为 植物的根 对水的反应 比对地心引力的反应强 所以它并不会向下 同学们 那我们今天的科学PRA UPSR模拟试卷的讨论 就在这里结束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老师会回复你们 同样的 如果你们与老师有不同的答案 你想要告诉老师你的答案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第几页 第几题 然后写上你的答案 老师看到了就会回复你们哦 那么多谢们 谢谢你们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